中方强烈谴责袭击约旦人道救援车队的行为 有关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 巴以冲突持续延宕 加沙地带人道形势异常严峻 我们敦促以色列方面切实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 为人道机构开展援助提供配合和安全保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